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既不喝酒 又不聊天 一杯苏打水能喝一个晚上 今天居然点起了长岛冰茶 什么东西 sleep in your slow way it comes to take the future you've got your light sky you have a light sky you have a light sky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 你没事吧 是你啊 是我喜欢的你 小晨 你可以送我回家吗 我 小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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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你干嘛 等等 你先别动 我帮你挤个安全带 马上就开车了 太瘦了 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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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小小 小小 你是吧 杰姊 小 杰姊 我要睡觉 置 睡觉 是 小 先 好 快 关系 带你去一块戏 坠落在你眼里 不管几万里也要去星空旅行 云朵头喝了我无定的酒 微醺着被晚风沉走 一步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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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酒吧呆了 一个别半 你 你说你 为了我 我只剑划破星空 你的晚热 来都来了 下来吧 到游到我星空的尽头 金副总早 金副总早 走 他真的把我调走了 金副总 走 金副总早 我跟你说 金副总早 金副总早 这是今天早上准备开会的资料 同仑怕冷 开会前线把会计时温度 调高一点 好的 西辰 你怎么处处关心他呀 他现在已经开始动我 我可是你的人 我跟荣若是兄妹 在今朝 我永远尊重他的决定 不是 西辰 我这不是担心你吗 金董把新城区开发案 交给你跟小金总一起考 就是要在你们兄妹之中 挑一个当几成人 都这个点了 他人还没当 搞不好 就在搞什么惊天的大阴谋 天府商业街的工作报告 还没有整理出来 这点事都用我亲自干吗 立会之前必须给我 好的 小金总 还有 还有 帮我把立会改到下午 好的 他衣服都准备好没有 我的小金总 你根本不懂现在的男孩子 尤其是岁数小的 容易 容易什么 骗财骗嗽 他骗我还是我骗他 你觉得呢 我不骗小男孩 你醒了 你的衣服昨天脏了 我让丘比给你准备了新的 不用了 我 我根据你昨天的穿衣风格 给你准备了这些 你要是想要别的款式 可以让丘比再去准备新的 我穿过昨天的衣服就好 给你准备了早餐 面包牛奶你要是不喜欢 就给你换豆浆油条 昨天晚上 你放心吧 大家都是成年人 我会对你负责的 对我负责 昨天虽然我喝断片了 但不管怎么说 都是我把你带回来的 有个微信吧 该负的责任我都会负的 体容呢 比如 小金总 好 这个小奶 这位小先生的衣服准备好了 请吧 别让换衣服你看什么看 出去 我说的责任呢 就是除了不能跟你结婚 其他的你有什么需求 我尽量满足你 差你 我尽量满足你 谢谢你 我暂时没什么需求 那行吧 我送你回家 不用送我回家 先送我回学校吧 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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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金总 这公司里随便一个人 就能完成的结局评估案 明明不要天天自己来吧 嗯 你还有一分钟 要是一分钟之后 你还要再转 这个月的工资 马下收拾 认识 四 三 二 一 pronoun 咔嚓 还听 心里的神音 仿佛用梦中转 逃离 会更加坚定 想把你 靠近这次 把你看自信 是你 爱都是你 学校 别怕 学校有很多种 麻烦你了 金小姐 不客气 应该的 等一下 等一下 你的车 安全带好像有问题 昨天晚上也很难接 我自己来 去哪所学校啊 十九中学 中学 你是高中生 高中生你不好好上课 出现在酒吧 十九中学那条路上的 南方大学北门 北门方便停车 南方大学 好学校 很难考的吧 不识高中生就好 那个 昨天晚上 我喝的有点多了 有些事不太记得 应该不是我先主动的吧 是你主动的 怎么可能 金小姐 我看你还没很清醒 还是打车上班吧 我坐公交回去休息 郭 郭同学 我来接我 我可能没办法自己活着开到公司 我可能没办法自己活着开到公司 你去哪儿了吧 没有啊 学校 学校怎么了 他去学校干什么 可能是去 上课 小金总 你没事吧 我对一个孩子 做了些什么 他不是孩子 他已经是一个马上快毕业的大学生了 你已经确定了他不是高中生就没有问题了 我把一个还没毕业的大学生带回家归业不犯法吧 不犯法 我这种行为没有损害公司生育吧 不至于 那你赶紧把公司发我叫过来确认一下 我到底应该做些什么 叫他负责 娶他 哎 小金总 你冷静一下 可以吗 我的小金总 您都已经母胎骚了二十八年了 你明知道自己喝了酒之后失控 是谁给你的勇气做完喝短片把它带回家的 多少是有点 色迷心窍吧 色迷心窍吧 没事吧 金小姐 大头 大头 下雨不成 人家有伞 你有大头 你知道什么叫耍酒疯吗 耍酒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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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去查一下 哪家酒疯 是不是在我的茶里下药了 不然我是怎么会放成这个样子的 小金总 真的没事的 这个事情它是你情我愿的 这还你情我愿 就算不是你情我愿 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 不重要了 好吗 今天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等着你去处理 你跟顾家的婚事忘了吗 哼 这个老金统一天天的 自己二婚 还逼我结婚 不能这么说金统 毕竟金统也是一片苦心 你要理解 行 知道了 对了 我有用的调职通知 今天让人是不发出去 我觉得吧 这个吴有用 毕竟是金副总的人 你这样变相将吴有用的职 那以后碰到金副总 多尴尬呀 他近西城一把年纪 还来我金家做儿子 他都不尴尬 我尴尬什么 新城去开翻案 你让我跟金西城公平竞争 我可以接受 但这时候 你又催着我结婚 什么意思啊 我年纪大了 这金家的产业 总得有人继承吧 给谁继承 谁先结婚 我就给谁 所以呢 你让我跟顾家相亲 顾家和金昭集团联姻 你也要跟顾家相亲 以后分到的家产 也会很殷实 跟谁结婚我不在意 我只想知道 结婚之后 我能分多少 顾家那三个小子 你挑一个 结婚以后 金家的产业 分你七成 九成 七成八成 成交 议案为定 我让法务把协议拟好了 给你送过来 少喝浓茶 明天我让秋比 换一批新的给你 诶 实不想 从前在学校武林大会的时候 曾获得过舞蹈冠军 以后出席宴会 我认为我会是金小姐 最佳的 五百 这么厉害 听闻金小姐喜欢传统文化 怎么样金小姐 下个月的文化交流大会 我们一块去看 好啊 金小姐 我股份可比她多 我学历比她高 我身材比她好 我头发比她多 哎呦 头发算个啥呀 哎呦 你这算什么东西 金小姐她绝对喜欢我 也好意思说 她有跟我需要回答 别以为你说我弟弟 你叫什么猪狗 听说顾佳是三兄弟 不如让另一位 也出来一起见一见 她 不在 不在 去哪儿了 上医院了 上医院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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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到底是上学 还是上医院了 她 在 上学 的 路上上医院了 大哥二哥 好 有件事我想跟你们商量一下 怎么是你 大哥二哥 郭同白 谁让你回来的 回来干嘛呀 昨天晚上的事 我想起来 郭同学 你有女朋友吗 没有 私定过终身吗 你胡说不到什么呀 今天早上的事 我后悔了 后悔了 我们结婚吧 什么呀 什么呀 我不同意 我也不同意 不好意思啊 二位 我对她 一见公情 我 不知道 我 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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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这家咖啡还不错 尝尝 不喝冰的 那我跟你换 金小姐 我们结婚是什么意思 自面意思啊 既然是挑选一个顾家的儿子 作为结婚对象 那就是你了 我们才第二次见面 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 第一 你跟我结婚 你能有极高的物质保障 即便是以后离婚了 你也能分得高额的财产 第二 你有绝对高的自由权 可以隐藏自己已婚的身份 随意生活交友 也包括其他女性朋友 第三 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是什么 我说过会对 昨天晚上的事对你负责 现在 您正言顺 总之 这桩婚姻你只赚不亏 合作愉快 我不会跟你结婚的 为什么 第一 我现在还没打算结婚 第二 一旦结婚 我就不打算再离婚 第三 也是最重要的 昨天晚上到底有没有发生什么 我比你更清楚 你不需要对我负责 如果你只是因为这个要跟我结婚 那可无必 不喜欢喝冰的东西 不用勉强自己 咖啡我买过单了 先走了 喂 顾同学 现在拒绝我 昨天晚上跟我回家干什么 昨天晚上跟我回家干什么 你不着急啊 顾家现在就是要把自己的儿子送到金家入坠 你想过没有啊 金融融一旦结婚 以后你在今朝还有什么地位啊 所以呢 融融选了顾家哪个儿子 我都打听过了 老大老二都没选 融融当然看不上他们 虽然没看上他们 但是他看上的是顾家第三个儿子 虽然说现在顾家大部分产业 都掌握在老大和老二手上 但是这顾家第三个儿子 那是亲儿子呀 哇 小北 你不是建筑系的吗 怎么什么都会啊 硬盘是没有问题的 数据应该可以回来 只不过 下次不要再个咖啡撒在电脑上 很难回复 不是我 是那个吴有用 非要来在我头上 你说我们金副总人这么好 身边怎么会有这种人啊 那 你们小金总呢 小金总 金融融吗 嗯 他呀 我这种实习生 怎么可能够得上 他那种级别的 不过他工作上确实很厉害 雷厉风行 精明干练 他雷厉风行 精明干练 不过我听说 小金总有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 什么秘密啊 什么秘密啊 他很奇怪 公调温度一定要保持在二十六度 听说啊 那是因为他腿毛旺盛 越刮越粗 梁晶晶 你还是多花点心思 在工作上 你去哪儿啊 回学校 嗯 小金总 脚疼啊 喝点水吧 嗯 你说别的总裁怎么结婚那么容易 到我这儿却被三大理由拒绝 是我给 是我给的条件不够好吗 那当然不是 我跟你说啊 这杯子哪儿拿的 我平时喝水的玻璃杯呢 我找半天没找着啊 这不是你自己换的吗 我闲得没事换杯子干嘛 那也不是我呀 那还能有谁啊 难道是他 这杯子哪儿拿的 哦 我在你床头柜找到的 怎么了 有什么问题吗 哟 果然是他 够贴心的呀 你刚才说 求婚需要什么 哦 求婚啊 他是需要仪式干的 你首先要让小顾同学感受到 你的真诚 还有你对他的爱 我的真诚 我的爱 我的真诚 嗯 懂了吗 完了 水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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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壁动床都车里动我都做了 他不会觉得我是变态吧 车里还能动啊 哦 我知道了 我去试探他一下 然后给他一个明确的求婚仪式 让他感受到我 心有的爱 嗯 甜甜 你赶紧写完 我们等会儿一起去看电影呗 乖 你无聊就先去吃点东西 我一个人吃不下 想等你一起 嗯 嗯 行了行了 你们俩能不能不要在图书馆谈恋爱 嗯 不同学 这就是你不对了 图书馆本来就是谈恋爱的地方啊 你怎么来了 来找你谈谈我们的 婚事 小北 小北 你要结婚了 你要结婚了 是的 两位同学 记得来参加我们的婚礼哦 小北的同学我都会邀请的 小北 记得把名单给 好 顽皮 请问你是 顾太太 秋毕 按原计划进行 小北 恭喜啊 小北 百年好合 恭喜 恭喜 小北 可以啊 女朋友让你打开 你说喜欢海洋 海风鲜鲜味道 想起我的外套 你说喜欢彩虹 阳光与谁看好 想着分爱奇妙 你喜欢和我的每一个分秒 害怕失去拥抱 可是你从来都不知道 我想要 和你天荒地牢 嘴角的微笑 可乐和奇妙 不需要思考 心脏的不跳 郭同学 跟我结婚吧 我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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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同学 郭同学 跟我结婚吧 我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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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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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逃啊 郭同学 我告诉你 你已经被我的爱包围了 你逃不掉呢 刀划的那位同学 是你戴帽子的那位同学 你戴帽子的那位同学 你戴帽子的那位同学 郭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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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跑 郭同学 快 来 来 周胆 放 放 快 快 快 加油啊 郭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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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等等我 你别走这么快啊 郭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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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底想干什么 跟你求婚啊 沈小姐 别闹了 赶紧走吧 我求你了 郭同学 我流传还没走完呢 郭同学 戒指 戒指 你干什么呢 穿成这个样子 看你这一把年纪 你不是我们学校的 怎么说话呢 在这干嘛呢 我俩找那位郭同学 求婚来了 求婚 明白 新许这边有位身份不明的外来人员 说要塞点求婚 身份不明 马上来到保安室 保安室走一趟吧 来来来 你等我把正事办完 我就过去找你了 还等你把正事办完 我都没得干了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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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你别穿我 你干什么 干嘛 大叔大叔 不好意思 我们在排令话剧 它是我请来的外员 话剧 实景话剧 实景话剧 这位保安 我们确实在排令话剧 总裁 跟他的 小交付 我现在就带他离开 不好意思 来 来 那我的话 封考别过啊 没有男朋友的可以找个男朋友 封考别过啊 谢谢 感谢今天参与啊 来 封考别过 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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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考别过啊 封考别过 封考别过 我 我脚疼 金小姐 我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 我没有跟你结婚的理由 如果你只是为了完成你家族的规划 赶快收拾我吧 我帮不了你 上次那三个理由 你要是觉得不够充分的话 我们可以再想想办法 不可理喻 我帮你过去休息一下吧 扶你过去休息一下吧 我动不了了 真的很疼 可以了 小心中了 日子太凉了 那你想怎样 太多了 你心跳好快哦 我没有 真的 我心脏不在哪儿 你先在这儿休息吧 让扯禀来带你回去 我还有课 先走了 别再做伤害自己的事情了 等一下 除了那三条 我还有一个必须跟你结婚的理由 我现在需要结婚 我希望那个人是你 你实话告诉我 为什么那个人 必须是我 如果我说 如果我说 在酒吧 我就对你一见钟情 你会信吗 这个年代 谁还会相信一见钟情啊 我要是小姑同学 我也不会 好了 你别乱跑 在这儿等我 我去开车 好 我们回家 嗯 去比 你怎么回来了 我只能等天晴 你带走我懦弱和负责心情 让心跳不痛不能陪你 这个鞋舒服一点 我只有小时候 妈妈帮我换过鞋子 你任性地放弃所有意义 金小姐 我答应给你结婚 你说什么 我们结婚吧 如果我说 在酒吧 我就对你一见钟情 你要会信吗 我的行李 如果这不是爱情 怎么有痕迹在心里 都来得去 残忍的一片 疼痛堆在这里 是说话是我的 能不能还给我 和你温柔眼睛 而我只能等天晴 你带走我懦弱和负责心情 让心跳不痛不能自已 你温柔和负责心情 可遍之世间 改变整个世纪 你任性地放弃所有意义 剩下一份不是逃避 或你又太顾虑 想见你拉住你 想爱你抱着我 大叔 大叔 请问您这束花 是在那边捡到的吗 这束花是我的 能不能还给我啊 不行 这是我捡到的 只有这么多了 抱歉 这是我未来太太给我的 真不愧是我的女儿女婿 好甜哪 是 好甜哪 是 幸运 我跟老金头已经说好了 就是我爹 我们俩情投意合已经同居 只不过我不知道你是顾家三儿子 既然是命定的缘分 那这桩婚事我们就定了 我 我虽然答应跟你结婚 但 这件事情可能还得再 等一等 等什么等 择日不如撞日 我这就通知秋比 明天把我会议都取消了 然后我们俩就去登记结婚 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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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恐怕不太行 日子 还没到 你放心吧 我查过了 明天是个好日子 阳辰吉日 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的意思是还没毕业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大学生没毕业是可以结婚的 放心吧 我 我还没到法庭婚礼 在你成年 不是 在你达到法庭婚礼之前 你就先住这个房间 不许踏进我的房间一步 我其实 还有一个礼拜就买你了 这不是一个礼拜的问题 库同学 我都已经成年了 快十年了 但我这些天 我居然对着你跳一个 连法定婚礼都没有到达的 小朋友上蹿下跳 我 我们也就差五岁 这也不是五岁的问题 五年前 我都已经大学毕业工作了 但你还没成年 你连高考你都没有考 不行 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 接受不了 接受不了 金小姐 我又不是微成年 荣荣选定的结婚对象 还是个学生啊 不光是个学生 还是个未毕业的大学生 我看哪 这里面一定是有阴谋 他认断阴谋 以他的脾气 估计这就是应付金董的谎话 金荣荣结婚 是不是在搞联姻啊 这事关你的金家的地位 我有用 你是个偷我创业 让我背锅的垃圾 别让我再碰到你 梁晶晶 你 对不起 对不起 站住 这是谁啊 公司实习生 梁晶晶 你来这儿干嘛 问你话呢 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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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弄错柔了 你 他什么时候来的 我都怕了 他听了多少 要不要把他 我们刚才有说什么 我 我们好像 说 说什么 喂 秋毕 老金董要是问起来 知道该怎么说了吧 我懂 不能让金董知道 顾同学还未满二十二周岁 没有结婚资格 要让金董知道 你俩非常的恩爱 如胶似漆 对吗 懂事 别动 这 荣荣让你怎么骗我的呀 小金总怕你安排其他相亲对象给他去 所以让我跟您说 他跟顾同学 非常恩爱 如胶似鸡 蓝孩子住在别人家 记得保护好自己 咱们小金总的第一次恋爱有点 不太像恋爱 单相思 好 单相思 不看不见的吧 给你看看这是什么 金董 这是您拍的呀 怎么样 甜吧 甜 甜 小顾这孩子 我打小就喜欢 以前呢 心里总是过不去那道坎 毕竟 荣荣比他大了五岁嘛 可是现在你看 他们俩在一起 多般配呀 金董 如果我告诉您一个 有关小金总和顾同学之间的秘密 我能涨工资吗 百分之二十 小金总和顾同学在您安排相亲之前 已经见过了 他们已经回家了 叫别啊 想不想多加一点年终奖啊 六加九年义务教育 加三年高中 四年大学 这怎么都到法庭婚礼了吧 他不会是想反悔 归骗我的 我感觉到这些了 我可以帮她 务联系 我感觉到小金总和顾同学 我可以帮她 我喜欢你 我可以帮她 我可以帮她 还是个学霸呢 人长的帅字也行挺好 这么点钱 真可怜姐姐给你打钱 不会藏在枕头下面吧 郭聪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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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聪培在哪儿 郭聪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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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孩子在别人家要保护好自己 放心 我没有骗你 我还有七天才满二十二十岁 那这样吧 七天之后你生日当天我们就去把证领了 聘礼什么的呢我也不需要 我不差那点钱 但你需要什么嫁妆的话 直接累给我 我不需要 请你不要再搞半夜偷袭 金小姐 请 小屁孩 小屁孩 你说喜欢彩虹 阳光与谁敢好 想着分爱奇妙 你喜欢和我当每一个分秒 害怕失去拥抱 可是你从来都不知到我一样 知道了 和你天荒地老 晚安 嘴角的微笑 可乐般奇妙 不需要思考 心脏在空调 粉色的小调 他在简单明了的炫耀 你给我的专属美好 甜蜜的撒娇 小猫般乖巧 我没能力思考 全都说好 粉色的小调 小金总 把这个钱 夜晚潮闹 记忆在那 一切都更好 一切都更好 到我的会就开到这儿了 每一个分秒 害怕失去拥抱 可是你从来都不知到我想要 和你天荒地老 嘴角的微笑 可乐般奇妙 不需要思考 心脏在空调 本色的小调 他在简单明了的炫耀 你给我的专属美好 听你的撒娇 小猫般乖巧 我没能力思考 全都说好 粉色的小调 他记录我们 夜晚潮闹 记录我们爱的轨道 一切都更好 来 等一下 好 好了 我们这样吧 快点 不好意思 结婚证建照 不能用这样的动作 那我们这样 你给我的专属美好 你的撒娇 不好意思 这个动作也不行 我没能力思考 全都说好 粉色的小调 他记录我们 夜晚吵闹 记录我们爱的轨道 一切都更好 好 就这样 再靠近一点啊 好 喂 秋比 这么严重 你等我四十分钟 我就半小时不在 你们怎么什么事都干不了 等着我 不好意思啊 我有点急事 得赶紧去公司 要不要先把你送到学校 不用了 你快去忙吧 你有事的话 真的不用 我又不是小学生 行吧 大学生 我先走了啊 你觉不觉得我们现在这个阶段还是隐婚比较好 毕竟你还是个学生 随便吧 行 那我先回公司了 那下周各组把方案交给我 散会 散会 好 好 这个方案最后再多休息 好 和他我跟你对一下 好好好 行 混结怎么样 顾同学不吵不闹的 选对了 好眼光啊 对了 那个金总 在办公室等你呢 说要跟你聊一下开发案 让他等着吧 我有东西要去买 你买什么我买我就得了吗 你干嘛自己去啊 这东西 我得自己跳 懂 好 怎么家里会没有冰箱呢 等我下班回来 一起吃饭 好 我等你 好 我等你 金副总等了我一天啊 荣荣 听说你脚崴了 我给你带了一些药 你也可以背在办公室 听说 我一星期前崴个脚 金副总都能知道啊 也是 在你母亲嫁进金家来之前 老金头随便咳嗽一声 她都能赶过来 血含了吗 荣荣 我没有别的意思 关于这次新城区的开发案 我还有一些资料需要补充 金副总 公司业务 没必要私下谈吧 我只是想跟你一起 完成好这个案子 老金头打的什么主意 我太知道了 无非是想让我有点 竞争压力嘛 可以理解 毕竟以我狭窄的心胸 确实不愿意 把自己家的钱 分给曾经的同学 秋比 五分钟后开会 我只是想跟你一起做好这个案子 我向来是公事公办的 难得老金头给你机会 看谁能瞎到最后 我还在加班 晚点再说 那你大概什么时候 要不得了 你不要再咬 我時能不得了 我会让你 尽管 子 你醒了 你回来了 不好意思啊 公司临时加班 你在等我 我没有啊 我在写作业 都是你做的 我家连厨房都没有 你还能做一桌菜 你要是饿了 就自己热来吃 我先回房间了 你等一下 我有个东西让你看看 来 我以前呢 一个人自己生活惯了 也不知道两个人一起生活 要准备写什么 就先把我们的牙刷 杯子 牙膏 都换成了一套的 我挑很久的 还有啊 毛巾也是青绿色 这个颜色是我的 这个蓝色的是你的 你要是喜欢这个颜色 给你也可以 这些 都是你亲自挑的 对啊 我们一起结婚的东西 当然得我自己挑了 喜欢吗 还有呢 上次这个马克贝是你买给我的吧 我给你也买了一支 一段的 今天这么重要的日子 我还有一件事要做 过来 在这儿 等我啊 今天呢 不仅是我们结婚的日子 也是你的生日 希望 在我们婚后的每一天里 你都能过得开心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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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生日快快快快快 快点许愿许愿许愿 快点许愿啊 快点 过了十二点可就不灵了 赶紧许愿 快点 你在等什么了 怎么不许愿啊 你快点许愿啊 快点去 在这儿 我要看看 你到底给我什么备注 金小姐 这么神术 对不起啊 我刚刚 没事 年轻人嘛 情不自禁可以理解 我刚刚用心意外 你等等我 我去 准备一下 天呐 天呐 我脸眉红吧 什么小屁儿 直接就清上来了 没脱妆吧 没被看出来吧 我刚刚是因为 我准备好了 我 我跟你聊一聊 我们的 婚姻问题 你是被我追着才答应跟我结的婚 所以为了保障你在我们婚姻中的合法权益 我起草了这份协议 我们一条条对一下 如果没什么问题 明天我们就购法务 一条条对 首先 第一条 甲方金荣荣与乙方顾从北 自愿登记结婚 自愿签署 该协议 这条没什么问题吧 那 我们 第二条 第二条是 针对像我们刚才那种 情况 优先列出来的 既然已经结为夫妻 那牵手拥抱亲吻诸如此类亲密行为 必不可免 如果你不排斥的话 我多接受 至于下一步更深入的行为 我们可以确定一下次数 确定次数 嗯 那就先定一星期 这个数 那就 这个数 还不够啊 那就一星期 这个数 哇塞 金小姐 我不是那个意思 还不是这个意思 不能再多了 不能再多了 小年轻就是我一样 那我们 下一条 是关于我们婚姻中的财产问题 若 甲乙双方离婚 甲方同意 无条件赔偿 乙方人密币 五千万元 你不用再说了 你真的想签这种协议 我都可以 谢谢你的生日蛋糕 谢谢你陪我过生日 这哪一条有问题啊 价钱可以再商量 次 次数也可以再一点 请 金一副总 都把你们养成什么样了 我知道把你们给养死 你们这些小竹子啊 要多晒太阳 多喝水 我之前 无意间 不小心 轻轻轻轻地 敲了一下你们主人的脑袋 那我就 姜姑赎罪地 来救救你们吧 你 你 西辰 那个我还有事情要跟你说 秦副总 好 忘了 不行不行 西辰你想想办法 把我弄回来吧 工地太苦了吧 我跟你讲啊 这工地风差也太大了 不用 我跟你说了多少次 我不会去挑战荣 荣的任何决定 你不用再为这件事来烦我了 西辰 你也太小心翼翼了 五年前可是你救了他 有人来过我办公室吗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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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 不知道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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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她 之前撞你的 现在还躲到办公室里 完了完了 完了完了 如果 我说我是来救小竹子的 你们信吗 我让你给我找一些 现在小男孩喜欢的东西 你给我找些什么 我这么大岁数了 我猜不准现在的小男孩喜欢什么 对了 我手机里存了一些照片 你看一下 拿来 不太方便 一个月 什么一个月 两个月 你不要扣工资吧 三个月 男人也是有隐私的 四个月 有些东西你看了会影响妇女感情的 五个月 金董违逼利诱我 说让我拍一些你跟小顾同学的甜蜜场 三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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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慢点儿 摔着了 你 抬起来抬起来 老金董 你在我身边安插个奸细是什么意思啊 什么奸细 我不是 来坐下 陪我下班旗 我没空 没说你 就别 起来 这婚我也结了 该您履行协议了吧 没问题啊 扩展协议 该开始准备了吧 什么扩展协议 这东西什么时候要的 协议里的扩展协议啊 你没确认就签字了吗 这不应该啊 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 明年 给我们金家生个大胖小子 他完成任务 我履行协议 你拿签走人 你把我老公当什么人 你让生就生 生得跟你姓啊 跟你姓也一样 反正是金家的孙子 外孙 荣荣 你要想清楚啊 这西晨后结婚 要是比你先有孩子的话 那金家的家产 你放心 我一定生得比他早 等等我们先走了 协议期间 嘉义双方必须全力 配合对方婚姻里的需求 包括担保鲜月一起生 活 这个活子要是能改成孩子 多好 他都主动亲我了 我怎么就不知道 乘身追击一下 你怎么来了 金小姐 有件事 我想跟你聊一下 什么事 我想让我们的夫妻关系 更进一步 更进一步 怎么更进一步 在你眼里 难道我只是一个 陪你止步于登基结婚的小朋友 倒也可以 重新起步 走路都买 不如 真是保暖 四隐喻 陆总白 你可别忘了 我们之间的约定 你把我要的准备好了 你要的 我也会给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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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干嘛 董事长 您说 我们小军总当初如果选了过家另外两兄弟怎么办 那生出来的孩子 那得对我丑啊 他吃个橘子都要挑好看的 找老公 你觉得他会随便吗 这只还行 这只还行 知女莫若妇啊 董事长 好 董总白 标书的事怎么样了 你可别忘了我们之间的约定 你把我要的准备好 你要的 我也会给你 你在干嘛 你要用电脑啊 学校突然催我教论文 明天一早学理教 所以想借一下你的电脑 论文 老公忙着写作业 怎么帮我生孩子呀 什么 没事儿 我帮你书密码 金小写 其实有些什么 我想起来了 我还有一台大典的电脑 可以给你用 走 这种气氛下 人家在写作业 我却在想些废料 小写我坦白告诉他 要是我直接跟他说 等我生个孩子 我工作差不多了 我论文也差不多了 完了 我现在不光是打了金副总 还砸了他心爱的小竹子 他会不会记仇 把我开除啊 店长 你怎么来了 说了不要叫我店长 好 好好好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好 金副总 妈 你能不能不要再插手 我工作上的事了 我在开会 金副总 梁晶晶 你怎么在这儿 我在这里卖咖啡啊 金副总 您不用去点单 这里有美式 拿铁 奥白 您喜欢哪一种 谢谢 我自己去买单女行 别别 您让我请 您一定要让我请 真的不用客气 金副总 您就让我请吧 我需要一个 将功赎罪的机会 谢谢啊 不客气 谢谢啊 金副总 让我来 我 让我来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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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啊 要不我陪您一个新的吧 我本来就是想借个充电宝 啊 金副总 啊 完了 这回真的要回去继承佳业了 很好 你才能够啊 因为你才能够 太太尼克浩 又不是鬼片 为什么不肯看 我怕我脆弱的心灵 接受不了这么残酷的结局 沈小姐 你是不是冷啊 我给你拿被子 别动 就是现在 什么情况 山剪板 你怎么了 没事 接着看 嗯 嗯 嗯 你心疼吗 千万别善了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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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了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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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小姐 你是不是饿了 我们出去吃东西 好 欢迎光临 嗯 你先找个地方坐一下吧 我先点点喝的 晶晶 小北 你怎么来了 盼你的电导臂 特意过来光顾一下 我谢谢你 怎么 心情不是很好 我最近得罪了我们公司一个大领导 三次 再有第四次 我看我就得失业了 大领导 那位 小金总 我这个级别是接触不到小金总的 是另一位领导 行 我们坐哪儿 小北 关于我们小金总 我最近听到了一个新的八卦 什么八卦 我听说啊 我们小金总对我们学校一个学弟展开猛烈追求 那学弟就上钩了 我听说 现在已经秘密结婚 变成个小 母老公 小 小金总 公司最近 还传我什么八卦了 没 没了 说你最近 找了一个小老公 走了 小老公 其实 我就是你们小金总的 小老公 我 是 你的 我 你说喜欢海洋 海风尚泉味道 想起我的外套 你说喜欢彩虹 阳光与谁看好 像这份爱奇妙 你喜欢和我当 每一个分秒 害怕失去拥抱 可是你从来都不知道 我想要 和你天荒地牢 这段时间没去学校找你 你居然就跟小金总谈情恋爱 没谈过 是剑下的花 什么时候的事了 我怎么不知道 我生日那天 你搞出事了 你们同学间的悄悄话 讲完了吗 小金总你好 我是开发部的实习生梁静静 我和小贝比较熟 所以聊的东西有点多 有多少 从初生就认识了 青 青梅竹马呀 小金总 今天我请客 不用了 你打工也不容易 赚点钱 省着电话 仙小姐 你让静静请吧 她除了这家咖啡厅 还有一个果园 两间茶室 三间茶室 原来是天真浪漫 附加千金 和落魄公子梁晓不猜的故事 小北 看来我们家小北以前 多亏梁晓姐照顾了 我照顾的比较少 我妈照顾的比较多 她难道以为我和静静 小北以后有我照顾 梁妈妈的爱心可以分给别的小男孩 梁晓姐 你的实习 对了 静静 你跟姨妈说一下 下个礼拜我回去看她 好 你跟姨妈也说一下 下星期我也 姨妈 姨妈是谁 我妈呀 你妈是她姨妈 对啊 那你是 她是大我十个月的 表姐 表姐 对啊 小金总 没想到你和小北结婚了 对了 您刚说我的实习怎么了 ,我说你的实习工作 我想了解一下 喂 崔比 是场部梁晶晶的工作表现怎么样 梁晶晶 谁是梁晶晶 非常优秀 能力突出 好的 我知道了 你不会是被绑架了吧 你要被绑架你就眨眨眼啊 梁小姐 从今天开始你就转正了 以后有任何工作上的问题 欢迎来找我 谢谢小金总 我会努力加油的 表姐当情敌 搞这么丢人的误会 怎么会再生孩子啊 我先试探一下 她的态度 你先坐会儿 我去买个东西给你 等我 一会儿 买好糖 来 尝尝 突然给我吃糖 知道 我男人的心思 嗯 甜吗 嗯 嗯 嗯 什么 嗯 嗯 水上没东西啊 不是啊 你看嘴巴上有没有东西 快点 快点什么你说呀 现在是甜甜的啦 你可以来亲我啦 然后回家生孩子 大介绍 你说什么呢 我说 你帮我生孩子 这件事我一个人工作能力 再强我也完成不了啊 我帮你 嗯 所以你大早上就是为了 靳蓉蓉 你跟我结婚难道就是为了生孩子吗 我们都结婚了 现在是合法生孩子 这件事我真的很需要你 所以你需要的不是我 只是我的功能 哥哥姐姐 买树花吧 不 谢谢不要啦 你去一边玩吧 我们再说悄悄话呢 我都听到了 你们在聊生孩子的事 哥哥姐姐 买树花吧 买树花对生孩子有帮助 行 你的花我全要了 好吧 来 扫一下 去吧 去吧 谢谢姐姐 妈妈 我把花都卖出去啦 那 生孩子的事 你先把花收了吧 你哪儿不舒服啊 小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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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吓我 小北 后脑勺扎进一颗钉子也叫小意外 当时那片区域也没监控 亲戚们都觉得 小北是因为叛逆 跟校外的不良少年打架 惹出来的事 小北十七岁的时候 国家发生了不少事 他那俩哥哥都是肌腹带进来的 后来 他的妈妈去世了 国家股份都被那俩哥哥给占了 关于他到底被谁打了 就更加没人管了 怪不得他要去酒吧住场 小金总 你真的不是因为我是小北的表姐 才让我参与新城区的开发案吧 怎么会 我一项公事公办的 你先去工作吧 好的 小金总 哦 对了 别让小北知道我找过你 我既然比这么可怜的他跟我结婚 还把他当成生孩子的工具 我真是个人杖 嗯 你在我们公司楼下 我这就要来接你啊 梁津津 你真是太优秀了 既然不用靠小北的关系 就得到了小金总的认可 金副总 您别动 我知道您遇到我就会倒霉 所以我 马上消失 西珍 对不起 金副总 对不起 没事吧 梁津津 怎么又是你啊 对不起 你 这个梁津津什么皇亲国旗的来的 这刚转正就进了新城区的开发案 他加入开发案了 那可不 还是小金总亲点的 有用 你帮我去做一件事 把这个复印一下 给大家发一下 嗯 好的 我们大家注意一下啊 今天下午四点半 咱们开会 别迟到了啊 好 好 好 小金总 我来公司没有打扰到你了 怎么会 公司都有一些嘻嘻巴巴的事 一会儿我们建议事无法 楼下那家餐厅特别好吃 金董 不得了了 你们家女婿来公司了 这小金总 嘛 五年 幸好 又跟一海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也是金总拍来的吗 对 来人了 来人了 快快快 小金总 我拿文件给 你那个角度怎么样 还行 好 不在啊 你 你们 进来吧 我突然来不会打扰到你了 不会啊 见到你我可高兴了 你等我一下 接个电话 好 喂 你出去都不在你拍什么呀 天天一堆事 你今天来是不是找我有事啊 我没事 你肯定有事 我真没啥 我真没啥 那你接得下班 五点啊 工作忙完就可以下班 你看着我 你看着我 你怎么不拍呀 拍呀 好好好 接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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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接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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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怎么太叮了 我让你去查一下梁晶晶的资料 你跑到荣的办公室去偷拍什么 梁晶晶能进新城区开发案 肯定大有来头 她真实资料一定就在小金总的办公室 结果呢 梁晶晶在小金总那儿的资料 跟在人事部的一般无二 所以说她不是鉴定 鉴定 鉴定 荣荣把鉴定安插在自己公司的项目里 不派到别的公司去 这脑子呢 有道理啊 你想我说辞 晚点跟我去找荣荣道歉 好好 晓晓 我躲在衣柜的时候 我可是看见 姓顾那小子 偷偷地在用小金总的电脑 说吧 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非得躲在衣柜里 我是被他们拉进去的 然后不知道谁在里面放了个很臭的屁 再然后 小金总您就来了 不是你说放屁 你看我干嘛呀 是我有用放的 我能放屁放那么重 就是你 谁放的屁重要吗 你先出去吧 哦 你回来 我呀就是进来拍点东西 然后我一进衣柜就发现 吴有用啊 他也在拍 结果他放了个特别 喝吧 老金头让你干嘛来了 老金头 你怎么知道是金总让我来的 废话 他是你爹还是我爹 金总让我拍摄一点 你和顾同学的办公室甜蜜市场 相机给我 我这次真没拍到什么东西 快点 给我 好 柔柔 够您用了 我 柔柔 我跟你说件事 金副总进我办公室 连门都不巧 这么着急 有什么事吗 我有用看到 刚刚那个姓顾的 在你办公室用你的电脑 他每一次出现的时机 都那么巧合 你就没有一点怀疑吗 首先 他不是那个姓顾的 他是我丈夫 我丈夫在我办公室用我的电脑有问题吗 其次 请问金副总让吴有用偷偷来我办公室 做什么 这是个误会 我没有针对他的意思 自从你接纳我进入金家 我们就是兄妹 我们能不能合作一次 金西辰 我再明确地跟你说一遍 金昭集团是我的公司 我之所以接受你进金家 是因为谢谢你救了我 除了跟你维持表面的关系之外 我不会跟你达成任何合作 就算你不相信我 为了公司的利益 你可以看一下监控 你不是那啥呢 主持人 叫他 他就是那些赢票 算许多吧 但是我也要肯定 让他在赢票上映票之后 把我母亲的那栋楼还给我 不然的话 我什么都做得出来 怎么跟你大哥说话呢 那栋破楼对我们也没什么用 只不过呀 我高估了金蓉蓉 什么女强人哪 只不过是个 没脑子 贪通美色的 白富美 被你这种小白脸给骗了 嘴巴粉干净净 别开玩笑 开玩笑的 小兔崽大 等我难道那块地 弄死你 小活不大还挺有气 小兔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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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少 关起身 小兔崽大 下回让邱笔送你吧 一起吃饭吧 不用了 我吃过了 你吃吧 等等 你脸上的伤是怎么回事 我刚刚 不小心撞到 我先走了 等一下 你跟我过来 我输了 我没事 别动 你知道 我跟老金头从小关系就不好 是为什么吗 他想关心我 了解我 从来不肯真大公民地告诉我 总是背着我做很多事情 你看今天 他又让邱笔偷偷溜进我的办公室 我要是不了解邱笔 以为他是被派来的间谍呢 小北 你今天来我办公室是干什么来了 你今天来我办公室是干什么来了 我说了 我就是去看看你 我先去接个电话 好 我知道了 就比刚刚过我打电话说 老金头不小心摔断了腿 叔叔伤得严重吗 要做手术 我明天一天都得陪在医院 小北 明天的新城区开发案竞标会 我授权你代表我去 可以吗 那就麻烦你了 我先去医院了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已经淘汰不了你的世界 我记得转身的你说了一句谢谢 我请你 不要放弃 我给你的机会 眼泪也在操练 我喜欢分看着你的照片 曾爱过你后续的考验 主动拒绝任何人深受救援 等待时间和平的分界 我停留在悲伤的临界点 风暴记忆现实个人世界 任由回忆在一边接着一边的善言 什么结果 顾家两兄弟中标 他呢 他以你的名义 放弃竞票 荣荣 你为什么要顾从北代表公司去竞票 现在他放弃竞票了 这所有的后果谁来承担 没有后果 也不需要承担 靳荣荣 你在感情有事 今夕臣 你在自以为是 从我认识你的那一天起 从我认识你的那一天起 你一直在自以为是地高估自己的能力 新城区开发案 你一直想让我跟你一起合作 你现在知道我拒绝你的原因了吧 这块地 有沉降的风险 老金头在整个项目里 给了我们不少风险提示 包括这块地 过度抽取地下水 可你太想证明自己的能力 完全忽视了这些端倪 简单点说 这块地表面是个香饱饱 实际上 谁中标 就砸在谁手里 现在你明白了 放弃竞标 才是最好的选择 好 找我有事 听说 晚上会下雨 晚上下雨我有车 车里有伞 就算没有 秋比也会给我送过来 顾聪北 你要是到现在 还不肯跟我说实话 那请你暂时不要出现在我面前 我只能等天起 你带走我懦弱和不在心情 让心跳不动不能在意 小金总 你怎么还不回去啊 公司突然有点急事 我得赶紧处理吧 你任性地放弃所有意义 卸下一份 不是逃避 或你又太顾虑 小北还在等着你 想见你拉住你 想爱你抱紧你不能在意 让他等着吧 我别笑的雨 露宴着我躲不惊 却坐在沙发里 看手机 没回忆的讯息 不敢错过的航力 不敢错过的航力 如果这不是爱情 怎么有痕迹 在心里的来到去 残忍的一点疼痛 被在桥梦里 小小姐 小小姐 已经不怎么下雨了 没必要打伞吧 我看 还下着一点 先回家吧 等一下 你先听我解释完 在雪林 要不要让我跟你回家 来 喝水 来 静静 你帮她换一杯热的吧 把我观察得挺仔细啊 为了接近我 没少做功课吧 只是我们结婚以后 我发现了你的生活作息 我知道你对低温特别敏感 所以家里没有冰箱 如果 空调的温度 必须保持在二十六度 所有的饮料里 不能有冰块出现 如果当初我没有期权 直接把材料送上去怎么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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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你早溜到了 我还担心 是担心我被你骗 还是担心 我看不出这个案子有问题 小金总 小北是有苦衷的 我急事 是啊 金晶 你年纪小还不懂 不管是大男人还是小男生 他们都有一个通病 就是永远做不到 以诚相待 在整件事情还没有落实之前 我不确定你会相信我 但我为了让顾家那两个兄弟 彻底相信我接近你的目的 他们才会孤注一支去竞标 现在他们负债累累 等过段时间 那块地的问题显现 他们就会主动来找我出软骨圈 我也就能完全收回我母亲的产业 替我妈妈 守护好她所有的心血 没有提前告知你这些 对不起 那你现在实话告诉我 你到底是从什么时候 开始接近我的 是我出现在顾家那一天 还是酒吧外巷子的偶遇 其实从你一开始出现在酒吧 我就在找机会靠近你 古聪辈 你还真是处心积虑啊 你相信一见钟情吗 就算没有这件事我也会 什么一见钟情 你当我是十七岁高中生吗 会相信一见钟情这样的鬼话 鬼话 当初你让我跟你结婚 你说过对我是一见钟情 难道 你是为了骗我跟你结婚 随口胡说的一见钟情 什么叫我骗你跟我结婚 我是正儿八经跟你求的活 你也自己亲口答应了的 那要说骗 你没骗过我吗 我对你隐瞒部分事实的原因 是因为我相信这件事情 不会对你造成任何利益上的损失 静静 你过来 你看清楚男人这副 自以为是的样子 还有 要是以后 哪个男生跟你说 他对你一见钟情 你千万不要信 对 以后哪个女生再对我说什么 一见钟情 小鬼 我也不会再信 你都跟我结婚了 你还要听哪个女生 跟你说一见钟情啊 等一下 你们不是该好好谈一谈 开发案的误会吗 怎么会扯到一见钟情呀 一见钟情重要吗 重要 重要 小金总 小金总 你消消气呀 小金总 小金总 你 你怎么回事啊你 我又是小金总 我也被你气死了 我没想跟他吵 他是心疼你 为了帮你影顾家那俩傻子入局 故意推动开发案 长点心吧你 就是一券永远grove 吃 干 金小姐 离婚协议我不会签的 我跟你结婚不是为了离婚 不是为了离婚 是为了争家产 什么狗血 金小姐 你开门 这件事情我们得好好聊一下 我承认整件事情 金小姐 金小姐 我是你的室友吗 我没有名字的吗 我喊你金小姐 是因为你先顾同学顾同学地喊我 我表示尊重 只能喊你金小姐 你尊重我 你尊重我 你认识我第一天就留在我家过夜 我留在你家过夜 是因为你当时说很冷 又吐又哭又闹的 那种情况下 我能扔下你一个人不管吗 我照顾你一整晚的事 你都忘记了吗 还有这一处 那之前呢 你干嘛跟我回家 你就是对我见色奇异 我见色奇异 我见色奇异 你当时忘了你对我怎样的了 我怎么样 我怎么样 这样 然后 然后 我知道了 顾从辈 那天就是你把我的长岛冰茶换成酒的吧 换成酒 我还纳闷了 我点的明明是茶怎么就变成酒了 你这个人真是为了利用我 无所不用其极 虽然我确实有故意接近你的嫌疑 但是长岛冰茶真的是酒 不是茶 不信 自己看 看 所以呢 所以长岛冰茶它就不是茶是酒啊 所以你就为了一杯长岛冰茶这么凶啊 我 长岛冰茶真的是茶不是酒 这样吗 对不起啊 我刚刚 秦苑 我在你房间睡 在你房间睡 你说喜欢海洋 海风鲜鲜味道 长岛冰茶 真的是酒啊 这点唱事我都不知道 太丢人了 怎么这么冷啊 怎么这么冷啊 对不起啊 对不起啊 我刚刚 今晚 我在你房间睡 你突然到我房间躺下 想干什么 我睡你房间 你睡我房间不就行啊 我不去 你是不是 在想办法整我 你就要赶快回自己房间了 不然我 了 các bạn 口向前 我猜 对不起啊 我哥哥 不应该跟你讨论 长刀冰茶 是不是茶的这种问题 我跟你 你在我房间干什么 这是我房间 我现在不冷了 床也热了 你去我房间睡吧 我空调坏了 欣叔 你有病吧 你就等我有病 出去 我要把空调开到二十六度 我费了 从来 我下降呢 我还是整理知道 我带着你 我带着你 我来说的 所以我的作用是暖床 你以前既然吃冰淇淋 已经可爱多了 我不会再给你换房间呢 郭宋贝 你过来一下我好难受啊 我马上过来 怎么样 修好了没有啊 应该是系统失灵了 可能坏了吧 那怎么办 今天能有人来修吗 明天再找人系统 行 这个夏太冷了 今天要是冷的 多加一床被子 我快冻死的 要不我去酒店吧 酒店里应该是好 金小姐 金小姐 你怎么了 你没事吧 怎么突然就坏了 今天早上还好好的 怎么回事 金小姐 金小姐 你看着我 深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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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怎么样 我还是好冷 小姐 我好冷 我好冷 肯定是有人故意弄坏的 快听 心里的声音 仿佛用某种转 逃离 会更加坚定 想把你 抱紧 这次 把你看仔细 寻意 来到我生命 告诉幸福 原来很容易 没人代替 有你在的梦境 再见你 直到梦醒 等下课流星 去实现我们许下的约定 再也不分离 再也不分离 再不会 考虑安全距离 躺在你的怀里 给我所有勇气 等下课流星 看时光变幻 穿过你的眼睛 穿过你的眼睛 和我一起运行 不去想 那深刻难懂的 这里 此刻只存在我和你 你像个人 放下吗 你像个人 这里 你像个人 他会过冥导 你像个人 我想不离 有什么 都一样 你也会在你小时 吗 其实 对 我想不离 最后 想说 你像个人 也有什么 人不要 affairs 谢谢你啊 我对温度确实有点苛刻 不过那件事还是 承荣 你叫我什么 蓉蓉 你怎么不叫我金小姐了 你不喜欢我叫你金小姐 从今天开始 我叫你蓉蓉 可以吗 都行 反正就是个称呼嘛 都行 跟你结婚 原先并不在我的计划之内 我确实利用了你 对不起 不过 从我答应跟你结婚的那一刻起 我是认真的 还好 一开始我就说过 我一旦结婚 就不会想要离婚 蓉蓉 我想跟你好好过 接下来的每一天 我 考虑考虑吧 还要考虑啊 还有考虑啊 蓉蓉 你别考虑了呗 蓉蓉 你要是不相信的话 我可以按你的方式 我们签一份协议 是 蓉蓉 一分非一不行 两分也可以的 蓉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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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啦 我会好好考虑的 你说喜欢彩虹 阳光与谁刚好 哎 等一下 哎 等一下 你喜欢和我当每一个分秒 还怕失去拥抱 原来是要 kiss goodbye 都不知道 我想要 和你天荒地老 最早的微笑 嘴角的微笑 可乐般奇妙 不需要思考 心脏在狂跳 粉色的小调 它在简单明了 那炫耀 你给我的专属美好 甜蜜的撒娇 小猫般乖巧 我没能力思考 全都说好 粉色的小调 淘尽了我们也很想要 喂 你好 萧特主 我是郭聪贝 董事长 董事长 我保证这些资料的真实性 顾从北 处心纪律 就是为了接近荣荣 西辰啊 如果你把你的精力 都用在项目上 我相信 你绝对不会到最后一刻 都没发现那块地的问题 董事长 小北呢 接近荣荣是有目的的 可是 他并没有做过伤害金家的事情 年轻人的事情啊 你明白 一两句话 这张图片 不代表什么 他们既然进行婚了 就让他们自己去处理问题吧 你是他们的兄长 对小北呢 要多多包涵 我再这么努力为公司考虑 可以跟姐弟 还是个外人 店长 你来了 不是说了吗 不要叫我店长 金副总 金副总 你怎么喝这么多啊 你怎么喝这么多啊 我每一次碰到你 我都会很倒霉 那我消失 是 金副总 金副总 店长 你走了 你走了 说了不要叫我店长 你说荣荣五年前被关在冷冻车里 还是一个运送冰激凌的冷冻车 所以她现在才对温度那么苛刻 这件事情 是真似的吗 是真似的吗 我们小金总啊 不愿意提这件事情 郭同学 你先答应我 别跟她说是我告诉你的 好吧 小金总说啊 这件事纯属意外 她当时为了救一个小猫 所以进了冷冻车 没想到就被关里面了 这个时候冷冻车的冷冻系统突然打开了 如果不是金副总及时赶到找到她 后果不堪设想 小金总能不愿意回忆这件事情 所以啊 后来就不了了之了 就走 季副总 要再坚持一下 und Roxanne 好 进入走 你怎么这么重 你鞋呢 这么大的人了 那鞋都能掉 金副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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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金副总 还好吗 你 你怎么还在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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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我 你 我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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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等了 好吧 那我再陪你坐一会儿吧 别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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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 suck 别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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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宝贝 在悲伤的临界点 负责记忆现实个人世界 任由回忆在一边接 这一边的善言 请不吝点赞订阅 他怎么会 杨津津津 杨津津 爸 我今天不上班 杨津津 醒了 醒醒 爸 金副总 您要是想下棋 跟陈叔叔他们下去 陈叔叔每天带孙子 哪有时间跟我下棋 刚好跟您说个事 虽然金家家产 我是一分都不肯让给外人的 跟金西成的关系 也不算亲近 但对公司 能看出来 他是全新付出的 要不事业部就交给他 行吧 要不我们做个交易 公司的事交给你做主 这孩子的事 怎么又来了 我们把公司的法务啊 叫过来 你个最终版的补充协议 只要你给我生一个大胖小子 公司的事上上下下 都交给你打理 那您跟金西成他妈努努力 自己生了分享生活啊 真要是生了 那可是你的亲弟弟啊 要分家产的 那不行 怎么别人家的沙发 这么容易摔倒 我家的沙发 一点 一点用都没有 我该怎么开口 跟他聊五年前的事 还有这种自善 蓬蓬 有件事我想跟你聊一下 什么事啊 就是 这不正好可以制造沙发的 等一下 我 我肚子饿了 我们边吃边聊吧 你捞起来 我腿麻了 好 就是现在 下来 有件事我想跟你聊一下 等一下 我肚子饿了 我们边吃边聊吧 你拉我起来 我给我腿麻了 好 你这么快把我拉起来干什么 我还没捣呢 我腿还麻着呢 哦 哦 哦什么啊 你干什么 你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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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抱我干什么 我想聊一下 我关你 不能计划全被你打乱了 起开 什么情况 你不是饿了吗 总算把你被借回来了 清副总 你 来找我 不是 也是 我来把它还给你 这不是上次打碎的那盆盆栽吗 我已经扔了呀 嗯 我把它捡回来了 就活了才敢给你送过来的 你看它长得多好啊现在 都已经扔到垃圾桶里的盆栽了 你还捡回来干吗 我本来是想陪你一盆新的 但是我觉得 你应该还是会喜欢原来的这盆 嗯 所以 哎 反正我就是觉得 他不应该被抛弃 对 他是不应该被抛弃 清副总 那我先出去了 清副总 皇甘贵主喜欢水和阳光 您记得把它放到阳光底下 它会长得更好 加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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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笔的理论真是靠不靠谱 小金董 比如说这个橘子吧 你要一点儿 一点儿 慢慢地把它包开 它的香气才会慢慢地绽放 就像是男人一样 你要一点儿 一点儿 慢慢地扒了它的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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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拨它的心 嗯 嗯 这么晚了 你穿成这样 嗯 周末 我要去 参加一个 主活动 扮演员 酒会 酒会需要跳舞 你可以 陪我 练练舞吗 可是 我最近没听秋笔说 你要参加什么舞会啊 我的行程 它不需要全部都知道 哦 私人酒会啊 嗯 私人酒会 是什么样的私人酒会 需要体育伴 这么加 就是那种 跟合作伙伴 去发生更亲近的生产关系 生产关系 比如呢 比如开花 挖土 栽种 然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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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等到开花结果的那一天 怎样 就 剥开你这只甜蜜的笑 你怎么了 啊 我 我都记得他说很清楚了 是不是 剥开我这只甜蜜的什么呀 哇 小金总 这么浪漫的招 你都想得出来 你也太厉害了吧 我跟你表弟的事就是这样 所以你觉得 他到底为什么拒绝我 小金总 我也没谈过恋爱 也没遇到过像你这样的事 我也不知道 其实呢 我有一个猜测 什么猜测 你说顾从辈 他是不是就不喜欢女生啊 不可能 他一定喜欢女生 为什么 嗯 我不能说 这有什么不能说的 我是怕说了影响你们俩之间的感情 你不说 我们俩之间的感情更糟糕 你要是说了 年假多给你加两天 再给你升一几 升 五番街的项目安排你加入 他十七岁的时候非常喜欢一个女生 说认定了对方就是未来的结婚对象 十七岁 就认定结婚对象 因为他那天给我打完电话 就发生了意外 所以我记得非常清楚 好 好 好 小金总 小金总 哦 好的 我知道了 谢谢啊 小金总 完了 我不会又捅什么篓子了吧 一家小金 一家小金 向阳告终 古总北是他表弟 就是他 是 一家小金 都存在 有兇的 我可以做吗 你 有兇的 你还有活动 我做这个 还有可以做的 我可以做吧 不从北是不是向阳高中的 我说 橘子包了吗 怎么样 我说的方法管用了 你觉得呢 橘子没包没关系 我有很多种方法包橘子 比如说这个橘子你可以 特别温柔地把它包下来 你特别暴力地把它包下来 这样 那么 你可以 你在在我面前提起 冷静冷静 不生气不生气 实际算吗 谁还没个初恋呀 我先去洗漱啊 洗漱完 有件重要的事跟你说 他还笑 是真没看出来我在生气啊 顾从北 你为什么不肯跟我生孩子 不是 这种事情想去气氛 哪有人那么直接在大街上说要生孩子 气氛 我拼命制造气氛了 但你还是叙叙我呀 是你自己被你自己的胎词恶心到跑了 这都是理由 是借口 我现在知道原因了 你只是不想跟我生孩子 你有一个十七岁就认定的结婚对象 什么结婚对象 你还跟我装 我都知道了 你十七岁就喜欢上了一个女生 她才是你想结婚的人 那既然如此 你干嘛跟我结婚啊 还说是真心的 那你对谁是不真心的 我认定的结婚对象是谁啊 我怎么不知道 我哪知道 也许是什么同学邻居青梅竹马 你们小男孩的心思是猜得到 我认定的结婚对象是谁 我自己会不知道啊 你知道 那你说啊 是谁啊 你告诉我啊 你看你就不敢说名字了吧 我就知道你不敢跟我说 金融融 你疯了吓的 你真的疼我 顾从辈 你就是有 其他 喜欢的人 但爱你 还在神经历 还在神经历 我以呗 还有什么小熟的 晴露 我喜欢的人是你 只有 没有别人 信我了吗 不行 我还是不明白 为什么之前你拒绝我 你那么失败 我怎么回答 或许 不举字 不举字 不重要 你下来吧 吃橘子 吃橘子 谢谢橘子 谢谢 来 吃橘子 谢谢 谢谢 好甜啊 甜 这不错 这是我们家果园 我们家旁边果园种的橘子 不是 我跟你们说过了 不要在公司吃橘子 千万不要让小金总看到 知道吗 小金总 小金总 吃橘子 我们小金总不吃橘子 是 橘子这么甜 我为什么不喜欢 橘子 剥了 橘子不剥怎么吃啊 小孩儿的闭屁 我为什么不喜欢 你也不喜欢 不是 像我又君子 我朋友 我也不喜欢 你也不喜欢 我什么时候 我真是女人 唯一 小军总 早啊 早 这个在楼下咖啡店买的 可不可爱 好可爱 我也想要 你的结婚戒指好好看啊 是吧 我和我老公一起去挑的 你们在聊什么呀 猫爪堂 可不可爱 送给你吧 小军总 不用了 谢谢 你们吃吧 那好吧 我们先走了 拜拜 结婚戒指 我也想要 你怎么来了 今天十二没课 我提前把功课做好了 今天下班 我正好忙完了 走 回家 等一下 我有东西给你 什么东西啊 手伸出来 他不会是要给我戒指了吧 眼睛闭上 不许偷看啊 咯咯咯咯咯 猫爪堂 喜欢吗 嗯 我下课的时候 去了一趟梁青青的店里 还剩最后一个 所以我就把它抢过来 我知道你一定会喜欢 嗯 那我把它藏藏好 你把烟藏藏藏藏好 走吧 想吃什么 想吃你做的 好 来 尝尝 烫啊 超赞 嗯 嗯 诶 我突然想到一个脑筋急转弯 一只小白加上一只小白 等于什么 什么小白 白色的白 你再看我 一只小白加上一只小白 等于什么 两只小白啊 小白兔啊 你给姐姐讲这么冷的笑话 哪里冷啊 你再看我 两只小白 小白 小白 我们俩之前是不是在哪 小白兔 你看小白兔 这是什么 结婚戒指 对啊 我也有 你没有谁用 我还原放在卧室 会很容易被发现 你什么时候准备的 答应给你结婚那天就去准备了 只是后来一直没有送出去 这没机会了 好看 我现在相信你对我是一见钟情了 我可太迷人了 是 你最迷人 等等等 又在敢论文啊 若若 我们买个冰箱吧 也不是顿顿都在家吃 没那个必要吧 我知道 你因为五年前 被关在冷冻车里的事情 才会变成这个样子 我希望你可以 丘比跟你说的吧 那就是个意外 可是那件事情之后 你对温度极度敏感 你现在连冰箱都接受不了 我不想你这样 你的意思 就是我不太正常呗 我当然不是那个意思 我只是怕有一天 万一又出现上次那样的情况 我不在你身边怎么办啊 那你以后 就努力 时时刻刻在我身边 好不好 你说容若出师 是那天来过我们学校 你们学校 难不成 你也是向上中学的 是啊 虽然整个高三阶段 我去学校的时间很少 但我确实是向上中学的学生 那就太巧了 金副总也在那个学校 当过半年老师 金副总 对啊 金西辰金副总啊 我跟你说啊 金西辰金副总 跟我们小金总是同学 打小就认识的那种 后来金副总的母亲 要嫁到金家 我们小金总脾气 你是知道的 忍不了 直接跑学校找金西辰了 谁知道那么巧 刚好就是那天 发生了那件事情 那天的日期 你还记得我 好像是 十一月 最后一天 你还记得我 经历着我 他不是 把我悠久 提早 对 你那天 你就去 了 你 什么 我就多跟你聊几句 谢臣 这次不是我为言所听 这个顾从北 真的要查小金总 当年被绑架的事啊 他查就查 你慌什么 我这不是 当年偷偷地出国 让小金总 接受你进金家的主意吗 你又在胡说八道 对对对 我胡说八道 我胡说八道 但是这个顾从北 他真要查的话 万一查出点什么怎么办 你说 要是金家知道了 顾从北不但故意接近荣 他还就是五年前绑架荣荣的那个人 金总会怎么处理 好好好 我明白了 金老师 备课呢 对 我们学校的实习老师啊 就属你最突出 你加把劲 留校应该没什么问题 谢谢陈老师 城市设计大赛 是金老师负责的吧 咱们班有个同学叫顾从北 他母亲啊 是顾市建筑的总经理 也是咱们校友 这些年给学校已提供了不少帮助 顾从北这孩子 虽然一直请假没来上课 但是啊 在设计上 那是很有天分的 城市设计大赛的事 金老师还多观掌观掌 好 金老师 为什么退回我的设计稿件 这位同学 你的设计稿 已经过了报名的时间了 为了对其他同学公平 我只能退还 是 截止报名的时间 是中午十二点 我确实晚了半个小时 但我是因为家里的事情 我才晚了 你就不能通融一下吗 哪怕超过一分钟 失去资格就是失去资格 这才叫公平 像你这样 我怕连课得不好好上的同学 托人情走关系 拿奖学金 出国留学 像你这样的同学 已经从出生开始 就比别人有更多的优待了 为什么就在这件事情上 你还要特殊待遇 金老师 我接受我失去比赛的资格 但有件事情 我必须要跟着 我从来就没有 托过人情走过关系 也没有因为我的家庭 得到过任何待遇 请您收起你的偏见 对 不要 喂 小北 你还在家吗 在啊 怎么了 你快看一下 我的结婚戒指在不在桌上 在卧室呢 那就好 我回来拿了 等我一下 那你回来吧 你不会是曾峰来不猜我的吧 你要请我吃的就是这个 这是我的自己 怎么会 小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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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没事 戒指找到了 这戒指稍微有点大 我刚才洗澡的时候怕掉了 我就把它摘下来了 你不会生气了吧 不会 容容 你还记得这张照片 是谁给你拍的吗 就很多年前一个小男生啊 后来把照片寄到了公司 我看拍得还不错 就一直摆那儿了 怎么了 那你还记得她长什么样子吗 那你还记得她长什么样子吗 叫什么名字 好像跟你有点像 逗你打 就是一个高中生吧 那么多年过去了 我哪记得起来啊 这篇你喜欢 我送你来 我先去公司啦 我先去公司啦 路上慢点啊 嗯 高中生 西晨 过来吃饭啊 你还要吃饭啊 我的案子要怎么办啊 你还要看什么 安静金 金副总 你怎么来了 我就想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吃饭 我可以坐这儿吗 行 那您坐这儿我换个地方吧 你很讨厌我 没有没有没有 我怎么很讨厌您呢 怎么可能呢 其实是因为 小金总跟我表弟结婚 您跟小金总又是兄妹 那咱们不就是亲戚关系了吗 我是怕 怕什么 我是怕我的实力得不到认可 同事们要是 知道我是关系户 会更远离我的 你笑什么呀 我很认真的 您吃啊 其实我跟小金总不是秦生的兄妹 不是秦生兄妹 可是你也姓金啊 对 我也姓秦 我们两个是大学同学 五年前 十一月三十号那天 我接到了一个电话 妈 你明明知道我喜欢荣荣 你干嘛还要和他爸结婚 西晨哪 你自己也清楚 荣荣拒绝了你 你总说自己差一个机会 妈妈也是为你的前途着想啊 那荣荣他现在怎么看我 他这辈子都不敢接受我用这样的方式进入金家 你不能嫁给他 你不能嫁给他 其实我差的不只是一个机会 是整个人生 啊 这么大的瓜 又被我听见了 那您 还喜欢小金总吗 吓死了吓死了 那就好那就好 那你们每天在同一家公司见面 觉得多心累啊 其实刚进公司的时候 确实挺心累的 嗯 倒不是心累怎么去面对小金总 我就是每天都担心 同事们要是知道我记者的身份 他们会用什么眼光看我 开始还打算刚进公司就大展身手 结果呢 反而像是被困住了手脚 做什么都别扭 金副总 你不要在意其他人的眼光 我觉得你非常优秀 对 不用在意他们的眼光 你也很优秀 我 我 可能有人会知道你的真实情况 依然还会很羡慕 你 毕竟有人觉得 优越的出身 也是实力的一种 嗯 我知道了 梁静静 我还是一直觉得 不走捷径 靠自己努力 挺好的 嗯 静副总 我还有些紧急的工作 我先走了 你慢慢吃 我 以后 我以后不会再来打扰你了 哎 静副 其实 你在这里吃 但是 也没关系啊 喂 小北 啊 如果这张照片不是我拍的 为什么背后会有我的自己 但是我为什么一点都想起来什么时候拍过这张照 难道 我们五年前就遇到了 店长你来了 别笑我店长 小北 你这么急着找我什么事啊 你还记不记得 五年前我离开顾家时的情况 五年前 那一天不就是顾家产业被出售 你跟你那两个哥哥吵了一架 就离开了顾家 后来你还去了趟学校 我去学校了 去了呀 我还听说你和一个实习老师吵起来了 我去学校了 怎么了 静静 你跟我去个地方 有件事情我要跟你确认一下 去 走 去哪儿啊 去 还说不是为了偷拍我 我这是逛民正大的拍 是这里 我肯定是这一天遇到她的 你把我带到这个地方 到底想干吗 你快看这张照片 这一看就是我们小金总啊 这是她五年前的照片 我怀疑是我拍的 你没事吧 五年前你还只是高中生 怎么可能会拍到小金总 我只记得五年前 我从医院醒来以后 姨妈就接我去了你们家 但是我离开顾家以后 发生了什么我完全不记得了 所以现在就是我要给你确认的 你还记不记得 我从顾家离开去学校 那天是几号 所以 大老远你把我带到这儿 就是为了这个 这么点事完全可以电话说呀大哥 我还要赶着上班呢 姐 姐 你快告诉我那天到底是几号 我求你了 你快好好想想 十月三十号 你 你这么确定 当然了 那一天 我好不容易鼓起勇气 跟我暗恋了一年的班长告白 他不仅拒绝了我 还以四大残酷的理由拒绝我 整辈子都忘不灵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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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这样啊 你快看拍摄日期 十一月三十号 就是我离开顾家那天 蓉蓉来过我们学校附近 就是我给她拍的这张照片 我们在这一天遇到过 十一月三十号 那么巧吗 是啊 蓉蓉在公司吗 在啊 谢谢 谢谢 心脏在宽调 粉色的小调 他在简单明了的炫耀 你给我的专属美好 甜蜜的撒娇 小猫般乖巧 我没能力思考 你跟老金同学的时间 这两天我带小北回去一趟 老大我知道 不过有件事 我要跟你回报一下 小布同学对你找过我 他想查你五年前的事 他怎么还是 周周 你怎么突然 每一个分秒 我爱得深入拥抱 我爱得深入拥抱 若是你从来都不知道 我想要和你天荒地老 嘴角的微笑 可乐般奇妙 不需要思考 心脏在狂跳 蓝色的小调 她在简单迷了 突然走了 我想听时机告诉你 我问我以前就遇见我 那个时候 我却对你一心中心 我问的你思考 全都说好 蓝色的小调 她记录我们夜晚长了 记录我们爱的归宅 快走 你怎么了 突然 我想第一时间告诉你 我们五年前就遇见过 那个时候 我就对你一心中心 小金总 下午需求会合开始了 你给我十分钟好不好 五分钟也可以 金总 整个事业部的人都在等你 小北 这个会真的很重要 你等我一会好不好 那我在津津的咖啡店等你 我一会儿就来 走吧 不是说开会吗 对不起 我把会议延后了半个小时 我有一些更重要的东西 要给你看 这些照片的来历我不方便说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 顾从北就是 别有心机地接近你 先打听好你在那里出现 再以朱畅为由留在哪里 伺机接近你 我跟顾从北怎么遇见的 我比你更清楚 你说的这些情况 他也从来没有瞒过我 不管怎么说 这些照片拍得还不错 我可以收藏一下 我知道 光是这一点你肯定不会相信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顾从北从五年前 就开始处心积虑地接近你 金西辰 你适可而止 五年前 他还是个高中生 怎么信心我 你记不记得 那天你来学校找我 见到我在跟一个学生争吵 那个学生 就是顾从北 从出生开始 你们已经比别人 有更多的优待了 为什么就连这件事情 你还有特殊待遇 金老师 我从来就没有托过人情 走过关系 也没有因为自己的家庭原因 得到过任何优待 请你收起您的偏见 对不起 对不起 没事 进西城 床了 你怎么来学校找我 你明明答应过我 会阻止你妈叫到我们家 现在呢 日子都定了 怎么 你要跟我做兄妹是吗 如果你有一点 揭持我的可能 我都能有勇气 全力阻止跟你做兄妹 对 金西城 我凭什么要再跟你做兄妹 和接受你之间做选择 我再清楚明确地告诉你一遍 我们只是同学 对 只是同学 你是集团千金 公司副总 我就是一个实习老师 不管我们是什么关系 你肯定都瞧不起我 那你给我一个 能让我瞧得起你的理由 别装了 你比我更了解你自己 那一年你刚进公司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你接手的第一个项目 就是收购顾家出售的产业 就是在那一天 顾从北回到学校 遇到了来找我的你 知道你的身份之后 跟踪你出了学校 现在想想 不管是五年前还是五年后 他都可以为了保住 他母亲的产业 不择手段地接近你 金西城 你有完没完 如果你愿意查 我所说的一切 都可以得到证实 怎么还没来 证容 你终于下班了 来 快来坐 走 你看这张照片 这是五年前的照片 小北 这是我给你拍的 你看这个字迹 这是我的字迹 小北 小北 我肚子有点饿了 要不我们先去别的地方吃饭吧 你先听我说完吧 这个钳子 是我从小到大 一直都改不掉的书写习惯 虽然我不知道是什么气节 我给你拍了这张照片 但是我已经跟金西确认过了 那天 就是照片上的日期 十一月三十号 原来那天那个纳尔 真的是大 你那天是不是给我买了冰淇淋了 所以我才会给你写下这段话 应该是吧 那你还记得 我们那天是怎么相遇的吗 你为什么会给我买冰淇淋 还有后来呢 为什么 我怎么都想不起来那段话 都已经过去五年了 我也记不清了 就是很偶然的一天 你再想想 那天真的很特别 那对我来说就是很普通的一天 没什么可想的 那天对我真的很重要 荣荣 你再想想 小北我们能不能不要再提那一天了 小北 我们能不能不要再提那一天了 我以为 你听到这个消息 会和我一样高兴 对不起啊 我开了一下午会 我有点累了 我公司还有点事 你先回家吧 这照片 既然是你给我拍的 还是还给我吧 ia 我 是你给我拍的 你要请我吃的 就是这个 对啊 冰淇淋 可好吃了 想吃什么可味的 我给你买 算了 你还是个学生 我是大人 我给你买 两个 那不行 说了我请 必须得我买 再说了 男生怎么能让女孩子买单呢 老板 多少钱 十六块 等我一下 所以说 小孩子不要跟大人 抢着买单 小孩子 我明天就成年了 这样吧 这钱算我借你的 我一定会还给你的 随便喽 给 真的 我说了会还 就一定会还的 我是男人 男人 就得说话算话 行 男人 吃冰淇淋的高中生 那天的事 我到底要不了茶 万一真的跟小辈有关呢 我该怎么办 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别不分离 再不会 考虑安全距离 躺在你的怀里 给我所有勇气 等下课流星 看时光变换 穿过你的眼了 你怎么会有 你这样拍了 我当然得随时备着 万一遇到大山云 好了 我们希望 你怎么天天戴着这个包啊 装了什么 不告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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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北 你怎么会有心 去实现我们许下的约定 再也不分离 再不会 考虑安全距离 躺在你的怀里 给我所有勇气 人下的流星 你不是要去公司吗 别人说什么不重要 我只相信我自己的感觉 你之前不是问我五年前的事吗 我现在告诉你 五年前 我们在 最近真的很冷 我一件手套你都要戴好 注意保暖 我不是在车上就是在家里 怎么会冷 可是你怕冷啊 小北 五年前那件事 要不你还是别查了 虽然这件事对我是有一些影响 但我真的不在意到底发生了什么 怕冷这件事 我也会慢慢好的 喂 行 我知道了 顾佳人 说让我回去一趟 不知道又想干什么 不论他们两兄弟说什么做什么 肯定都是不用用心 你别理他们 放心吧 没事的 好了 注意安全 找我来有什么事 有点口了 给我倒杯酒 没什么事 我先走了 现在走 你会后悔的 你不是一直都想知道 金融肉五年前 是被谁绑架的吗 这里面会给你带来惊喜的 你仔细看一看 到底什么意思 我们什么意思 顾从北 你得问问你自己是什么意思吧 我呢 一直以为 你是长大了以后才学会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没想到你高中的时候就会了 老大 你跟他说那么多干嘛 顾从北 好好看看这些照片 这就是当年金融融被关的冷冻车 你就在场 你到底在说什么 当年 爸要卖掉你妈的产业给金昭 你不肯 你闹得天翻地覆 去跟踪绑架了金融融 把他关进了冷冻车 我和老大就在场啊 亲眼目睹 这么多年了 我们是聂吉兄弟之情 才没有揭发你 亲家到亲天还以为是个意外 哪有这么多意外 不肖 不可能 不可能 不是我 小北 大哥知道你 跟金融融感情很好 也不想破坏你们的好姻缘 这样 你跟大哥做上交易 你把拿走的股份 还给我们 我呢 把手里的证据 都还给你 这样融融就不会知道 五年前是你绑架了他 不是我 就是你 你 怎么了 小金总 没事 是 车比 嗯 你帮我去顾家看看小北 我有点担心他 顾家 嗯 好 我知道了 的 你 那只可以 永远 你 都可以 没有 啊 喂 丘比 找到没有 没有 顾家你俩兄弟说顾同学走就走了 你别听他们瞎放屁 你赶紧再找找 梁静静 梁静静 晴副总 你怎么还没下班 你怎么还没下班 我策划还没做完呢 如果明天上班前我还没做完的话 我就完了 午饭机 还在做这个 又没通过 我那边资料比较多 要是你不介意的话 把电脑带上 来我办公室 我帮你一起坐 真的 真的 快拿电脑 好好好 金副总 您真是个大好人 你在闪闪发光呀 流星想表达 的劝烈 努力划出 夜空最大的弧弦 我有走中的想念 已经淘汰不了你的世界 我记得转身的你说了一句谢谢 我能清醒记得那个瞬间 你的眼泪也在苍脸 我喜欢反抗着你的照片 曾爱过你后续的考验 主动拒绝任何人身受救援的爱 时间和平的分界 我停留在悲伤的临界点 否则记忆现实个人世界 任由回忆在一边接着一边的善言 如果早点遇到你 我应该会成为我原本的样子 小伙优优独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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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应该会成为我原本的善言 小北 沐重北 你怎么不回家 你一个人在这里干什么 你们的事 你现在担心我黑道云 你不接我电话不回家 我也会担心你的 你以前你被绑架的事 你可能跟我拥有过 我想相信自己没有伤害过你 就到这里了 你只有什么都想不起来 就是真的 什么都没办法absurd 我 什么都没办法iones 与探过了 我 你看着我 不同北 你看着我 不许听任何人和你说的话 也不许再怀疑你自己 你跟我回家 我比任何人都清楚那一天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不是爱情 怎么有 含蓄在心里等来得去 残忍的一点 天同堆在角落里 班长 我喜欢你 我不喜欢你 我不喜欢你有三个原因 第一 你生日六月 我九月 我不喜欢比我大的 第二 你很高 我不喜欢比我高的 第三 我绝对不早恋 第四 还有第四啊 我刚刚想到的 你家很有钱 我不喜欢别人议论 我家也没多少钱啊 我家也没多少钱啊 同学 那天我去你们学校找金锡城 看到当时你在跟他吵架 你出门的时候 不小心撞了我一下 那是我们那一天的第一次碰面 第一次 第一次 难道我们那天 碰得过很多次啊 你听到我跟金锡城说的话 说是要提醒我 就跟着我出了学校 这位同学 怎么是你 对啊 怎么是你 你不会是跟踪来偷拍我的吗 我偷拍你 我才没有呢 我只是想提醒你 我觉得 他不管是做哥哥 还是做协婚对象 我 饿不下 他 你以为我跟金锡城 算了 这位同学 学生不应该讨课的 赶紧回去上课吧 这个二姐 我就不信 你以前没讨过课 我以前上学确实没讨过课 你还知道的吗 今天就算了 第一次上班矿工吧 我又是第一次 走了 同学 送你书花 这本来是给我爸的 但我今天很生他的气 送你了 难怪之前 收到你送的花的时候 我觉得很熟悉 没想到我从小到大 送了那么多次花 送来送去 都是送给你 所以照片 就是那个时候拍的 不是 我上班的路上 看到你跟几个小混混 你顾家这么有钱 你包里一分钱都没有 这玩意儿好像还值几个钱 可以卖不少吧 你滚开 你别碰我东西 我看你们谁敢碰我的人 你谁啊 你爸爸 怎么办 同学 你再等我一下啊 喂 球比 给我带十个黑风堂的兄弟 过来 黑风堂 什么是黑风堂 小镜头你是不是被绑架了 你要被绑架了你就眨眨眼睛 黑风堂是什么东西 黑风堂你都不知道 黑风堂你都不知道 追 站住 站住 小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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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小镜头 别让我下次再遇到你 可是 你手上没有纹身啊 我当然没有 只是那种情况下 我不得给自己长点气势 想买补买的贴纸 五块钱一张 那 后来呢 后来 你就请我吃了冰淇淋 那张照片 就是那时候拍的 真的 我说了会还 就一定会还的 我是男人 男人 就得说话算话 行 男人 吃冰淇淋的高中生 吃冰淇淋 能让心情变好啊 你不觉得吗 或许吧 嗯 还说不是为了偷拍我 我这是光明正大的拍 回头我把照片寄给你 我去上班了 你怎么称呼啊 我姓金 好的 金小姐 我姓顾 知道了 顾同学 我怎么把照片给你啊 南天大厦四十七楼 好 先把姜茶喝了吧 我以为后那烧 被扎进了一颗钉子 所以忘记了五年前 发生的事情 难道 你真的一点都不怀疑 那天的事故 可能是我造成的梦 很可能那个时候 就是因为我发现了你的身份 所以处心去 过去发生什么事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确定 你不会做伤害我的事 我的过去是什么不重要 重要的是 过去的我能遇见你 我很抱歉 我很抱歉 抱歉了十七岁时 我们相遇的那一天 如果可以回到那个时候 我一定会第一时间告诉你 我喜欢你 我好想点完 没有你的这五年了 这儿可怎么办哪啊 西辰 你说这都这样了 这个金融融一点都不怀疑这个顾从北 消息被他捂得死死的 一点都没往金董那边去 你说他要继续查下去 万一查到我们身上来怎么办 你先出去 我再做策划案 五番街策划案 这不是梁晶晶的策划案吗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我必须帮他过了这次的策划案 要是这一次再不通过 他只能回家继承家业了 大哥 大哥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管这个梁晶晶 梁晶晶过不了这关 人家可以回家继承家业 你过不了这关 你就什么都没了 你说在我身上叫阴公司那样目吗 身着 快上门了 他把 您身沟 和我有所住 BRci 开中 既然你不愿意做 我来替你做 他怎么不在啊 金副总 金副总 你果然来了 金副总 我的嗓汗过了 真的 但是 我教的不是你帮我做的那份 我觉得那份做得再好 也不是我的 就像你之前跟我说的 不能走捷径 靠自己的努力挺好的 所以 对不起 辜负了您的心意 金副总 金副总 今天 子门也上来了 又准备一个人吃饭 没有 我是来找你的 我想第一时间告诉你 我的自换过了 对了 我还想把这个给你 这个是我自己做的 今天同事找我聚餐 就不能陪你吃饭了 明天或者后天 我们一起吃饭 安静静 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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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静静 我可能会离开一段时间 我可能会离开一段时间 离开 暂时 我们不能一起吃饭 你被公司派住了 你要去哪儿 要去多久 远不远 我能不能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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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往左边 我一直往右 我最大的遗憾是你 红流中我站在海底 谢谢你 谢谢你做的份 不客气 谢谢你 坠落星海的记忆 我最大的遗憾是你 再没人听懂我飞行 人潮拥挤 我只有一颗你 我最大的遗憾是你 红流中我站在海底 黑白四季 无人提起 坠落星海的记忆 我最大的遗憾是你 再没人听懂我飞行 你买冰箱了 是呀 以后要每天在家吃饭 没有冰箱都不方便 那你 我以前一直不提这件事 是因为我选择详信 它就是个意外 我怕查下去会 你怕发现你不愿意相信的事情 嗯 那天我跟你分开之后 我看到一只小猫跑进了冷冻车 我怕它出意外 我就追着它 我就追着它 也进了那辆冷冻车 春楼 后来 春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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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我在 有我在 没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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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我在 有我在 也也也没事了 没事了 后来 青西城找到了我 小北 我可以不再查这件事 但我不能阻止你让自己安心 在这整件事情里 那些故意指向你的人 我不会放过他们的 我知道你们手上不可能只有一张照片 我用一半的股权跟你们交换完整的视频 一半股权你跟我 我告诉你发生了什么 那天你离开家 我们怕你破坏收购计划 去学校找你 却在校外发现了你 我们一路尾随你 然后便多留了个心眼 跟你拍了一个视频 你走了 我们怕也来麻烦 便也走了 视频呢也就录到这里 是谁让你们用视频截图威胁小北的 这怎么能算威胁呢 毕竟我们也没看到后面发生了什么 这顶多算是可能跟他有关 没错 没错 喂 我马上过来 我马上过来 这件事最好跟你们无关 否则 怎么办 不可能 你怎么拿来 不可能 这件事最好 我马上去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要紧脱 那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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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北 不然还是我自己上去见他吧 我帮你 我跟你一起的 我想想我自己来的方式 快跑啊 西辰 跑 我们之间的旧事 我想跟你一个人聊聊 我陪你一起去吧 放心吧 他不会对我怎么样的 那我就在这儿等你 所以现在你能告诉我真相了吗 你觉得真相是什么 金西辰 我一直希望那就是一场意外 但在这场意外里 你从来没有告诉过我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或者说 真的是你救了我吗 这么多年来 我一直在想 我该怎么赎罪 怎么说服自己 当初我没有把你关进冷冻车 也许 在我关上冷冻车的那一刻 我也关上了自己的良心 是我 是我和吴有用一起设计 把你关进了冷冻车 就为了制造一个 让我可以救你的机会 原本一切都很顺利 直到顾从北突然出现 来 小晨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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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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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住 秦老师 金小姐被关在冷冻车里了 我找不到司机 但是那个门可以撬开 我们赶紧去救他 走 金老师 快 金老师 走 我们走 金老师 金老师 薛辰 你 这些年来 每一次我犯病的时候 都必须待在角落里才能睡着 现在好了 都解脱了 所以你只是为了让我接受你进金家 你知不知道那个木棍上有颗钉子 你知不知道再晚一会儿被人发现的后果 你知不知道 你整个脸成了一个杀人犯 等我收拾完这些东西 我就去自收 其实就算没有你救我那件事 我也会接受你进进家的 可是当时我接受不了 我必须给自己一个 能挺直腰板的理由 能不能麻烦你一件事 把她交给梁津津 请她替我好好照顾她 是你来到生命 告诉幸福原来很容易 没人代替有你在的梦境 再见你只能梦醒 是游戏 原来我当时遇到的那个 心里叫我的声音 就是你 也不分离 再不会 考虑安全距离 躺在你的怀里 给我所有勇气 等下个流星 看时光变幻 穿过你的眼睛 你总给我看他们俩单独的 照片干嘛 我想知道 他们到底什么时候 能给我生一个大胖小子 金董 你别着急 你看你看看 您将来外村就成这样 我们小金总跟顾同学 关系好得很 您当外公 至日可待 可以给他们准备 第二个孩子的合同了 嗯 怎么了 谁让我就觉得很委屈 平常那么美好的回忆 只有你那个人情 那你叫姐姐啊 叫姐姐我就告诉你 再给你讲了一遍 姐姐姐 金小姐 金小姐姐 什么金小姐 顾同学 还是做你的毕业设计吧 顾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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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老金小姐 交给我一些很重要的事 我觉得我必须满足的 什么呀 嗯 我确实还没有确 担心的是吃饭 你想想不想 是吗 你给我的专属美好 甜蜜的傻椒 小猫般乖肠 我没能力思考 全都说好 粉色的小调 他记录了我们 夜晚吵闹 记录我们爱的轨道 一切都更好 等我五秒 我一定就去你 你喜欢和我的每一个分秒 害怕失去拥抱 可是你从来都不知道 我想要和你天荒地老 嘴角的微笑 可老板奇妙 不需要思考 心脏在狂跳 蓝色的小调 他在简单明了的炫耀 你给我的专属美好 甜蜜的撒娇 像猫般乖巧 我没能力思考 全都说好 蓝色的小调 他记录我们夜晚吵鸟 记录我们爱的轨道 一切都更好 第四个调 Always 我们下词 这ae 老似乎 明天 这三个调 不 放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